《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象初熟的果子 到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的题目 就是我们如何成为初熟的果子 因为如果你只是初熟的墨子的话 你只能够做奔客的 因为去到身负级数 一定要是初熟的果子以上的 所以我们看到十四万四千的同女 原文是同女的 不是说他们是同身 原文是同女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看同女来说 就是初熟的果子的级数 于是我们要最尽心研究的 就不只是单单信 因为在这几天我们也说到信的时候 是会使得我们能够开始各样的 我们自己的成长 而且信也使得我们每一次成长 就算那个成长是超越我们现在做的事 超越我们自己能够所承担的 信是会帮助我们安然度过的 就好像你会看到 他走水面一定是借着信的 不是借着浮潜的功力 虽然他是渔夫 不过渔夫 你见过哪个渔夫 做得渔夫很久可以走水面 那当然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到信是没错 是帮助我们跨越了一些自己的困难 但是信是只能够在跨越过程当中 是帮助我们仍然是接受这个活水的祝福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原来当我们举个例子 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双相 你得意志 那个是不是信呢 但是你信是导致你得活水 即是得那个意志 你信因主耶稣基督的贫穷 你得着腐足 这个是圣经应许他 或者你自己教会没有说这些 我们教会就相信 教这段经文 就是因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得着腐足 这个是你信 但是你信完之后你得着活水 这个不是代表了你因此成长的 是我们信了之后 我们进入根从领域 才致使我们成为初数个个字 或者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来说 他觉得信主耶稣基督 使他得意志 他已经觉得自己很伟大 觉得自己为神付出很多 但是你想想其实有没有搞错 你是接受主耶稣给你的医治 然后你觉得你已经为神做很多 而你提供的只是信 神去医你的癌症 神医你的重病 医你的肺疗 医你的胃病 医你的糖尿病 你付出信 然后神医你的糖尿病 你已经付出很多 真的怪不得很多人下地獄 这样也叫做多 但问题在外面的教会 他语言多制 他们不会信的 牧师教人不要信的 很多人怕的 那些人让他们下地獄 但我现在所说的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阔水的级数 是借着信我们进入去的 借着你力有不递的底下 你去信 然后得罪神所给你的祝福 但问题是果子就不同了 果子是借着信之后 你正式踏进去 自奉踏入去付出 这个就叫做跟从神 所以当你听这一节经文 或者听到最近我们的主日 我相信很小的弟兄姊妹 你听到这一套信息的时候 或者现在你是第一次听 当我说的时候 你每天都听 但也可能是几年后 我们被提了之后 你们现在是第一次听的 但我们已经被提了几年了 那么我的责任 因为肯定不是其他 已经被提不到的 很多人可以说给你听的标准 是被提到的人 留下一些信息 要告诉你标准 标准就是你要成为初熟的果子 这样才可以的 那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不是只是信 去使你承受活水 是借着信让你去踏入跟从神里面 例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当我们教会现在还在的时候 我们教会不在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演变成什么 到时或者后话 但现时我们教会在的时候 我的责任就告诉你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 愿意付出的程度就是 当神的家 神的同在在哪里 你就要拼命去 因为这个就是值得信让你去跟从 你说我信而已 不过你叫我 要坐巴士 你知道我住多远吗 你教会在江龙湾住很远的 我要坐9个字巴士出去的 所以变成了这个 这就不是叫跟从 就是你习惯了去直着信 去得到神的活水 你从来没有想到直着信 去踏入去跟从 我现在说着跟从 听不听到跟从这个字 主耶稣说 如果你跟从主耶稣的话 你就得着生命的光 你就自己 这种是我们自发的 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是为了找着素 不是完全以自己的主观镜 去看这个人生 我们用得去抽离 因为我们愿意去爱神 和爱人 知道吗 所以原来第一步就是 我们愿意去跟从 就是直着信 然后去跟从 原来这个信有大有小 有些人是很小的信 小到他不信等于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跌倒了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有脑子 都不会想得到 你在石安 你学习信望外 但你跌倒后 离开我们教会 你学习不信 绝望和恨 然后他会觉得他们正同 我觉得这些人是瘋了 那些人 直接是瘋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还说我们才是对的 我们懂得不信 我们懂得绝望 我们懂得失望 我们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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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要我们恨你们 那你就会说 你瘋了,你不要跟我聊天 圣经讲,我们不要碰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到了一个阶段已经被鬼附 到那个阶段完全是相反的圣经 去度过他一生 你明白吗? 你打算用这样去度过他一生 为什么?因为自私 因为要看事,用主观镜,看不同的社记 但问题是回到一间拜类的教会 教他继续这样做 你回到石安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所有可行的方法去侍奉神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找出所有可行的方法 我们借着信以至于信 但问题是,有小的信有大的信 小的信只可以说我信神被祝福我 我信神听我的祖告 我信神英文我所有的祖告 我信神使我身体健康 我信神使我万事兴隆 隆磨精神 你看到这些信 他会觉得很伟大的 但问题是 其实 你真是认真点用脑子去想想 如果神的形象是这么自私的话 神使什么要我们重生 使什么给我们真理呢 他说,用一粒字而已 你这么自私就这么自私就是伟大的了 这样写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你要看到我现在说的 基督徒信了主几十年都不须想想这个问题 他不须想想自己究竟怎样为人 怎样行事 也不须看他自己和圣经的对比的时候 其实他做得对还是错 但他还尖尖自己的 他不需要抽离去看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品 所以信是有 只是接受活水的 所以就是说 主耶稣说 信我人 在你的福中流出活水江河 原来我们个个都喜欢活水的 农夫个个都喜欢 个个人都喜欢水的滋润 尤其是在干旱之地 人生的缺乏当中我们也喜欢活水 因为它是确保了我们的腹竹 确保了我们的健康 确保了我们的生命力 但是发光就是另一样 发光就是打从灯 已经给我们知道 是燃烧你自己的生命 燃烧你自己的行为和见证 因为行为和见证就是我们穿上的衣服 就是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 穿上这个新人 就是我们言与行为 所以原来 当我们懂得去发光的话 是我们借着信带我们去跟从神 怎样跟从 不就是负代价 《眼角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坦看自己的旨意 用真度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象初熟的果子 好象初熟的旨意 好象初熟的旨意 爱心终没疲累 越越星移上幻边 恨恨情未告出 力量行久永贯追 以我使命记心里 情愿在我内有感恩事举 让赞重与恶险相随 我共你仍前去 活在倒退 心情愿充满怕无成就错举 求你现策验我心中是谁 情真竟然是谁 情愿充满怕无成就错举 求求你生策验我心中是谁 在并要的终于 终于